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比之下 杨丽和张诚则在身高和体型上吃亏不少 不用太平衡了 我觉得怎么着都能赢了他俩 杨丽并不想轻易认输 我觉得活动开了以后 咱们对他们俩应该没什么问题 别看着他们个高 没事 加油 加油 来一个 今天的比赛 张诚和群员负责交棒 杨丽和小悦负责接棒 三 二 一 跑 刚一起步 群员就甩开了张诚好几个身位 小悦群员组合轻松获得胜利 比赛过程中 小悦 群员凭借速度上的优势 率先完成交接棒 冲过了终点线 对于比赛结果 杨丽并不服气 怎么样 偶然 我告诉你 这就偶然 偶然什么呀 你看 偶然因素太多了 看这身材 和这身材 今天就到这了 是不是 这哪上一盘定胜负啊 再来一盘 下一局定胜负 行 来就来 赶紧赶紧的速战速决 第二轮比赛前 两队各自商量起了战术 快到我路 说减点处 吓死我了 什么情况 我觉得这样准备就已经很紧张 你这么一大块 呼过来 对 稍微减点速 因为咱们赢他处处有局 对不对 待会儿你跑快点 就是到我那的时候 别减速 你就使劲跑 我肯定能接得着 好吧 这么着 来咱们快乐 经历了第一轮的失败 这一次 张诚和杨丽能够反败为胜吗 三 二 一 走 比赛结果如出一辙 杨丽和张诚非但没有实现反超 反而被甩开了更远的距离 行吗 还比吗 不 不 还在比 既然没有意义的事情就不要太坚持 不是 我觉得我跑的速度不慢 没我快 这问题就那不可能 最现实的说 你想比点啥 咱们再比一去 比完就不再提了 比端跑 就比一百米 一百米行 好 走着 走着走着 两轮接力比赛下来 杨丽他们全部输给了小岳 他不肯认输 提议四个人再来一场百米大赛 比赛结果 群员第一 小岳第二 张诚第三 杨丽被远远地落在了最后 行了吧 怪累的 这 不行 为什么呀 速度呀 这就是纯比速度的一项了 你看看是不是 一 二 三 四 等我们过两天 先恢复一下 练一练 到时候再比 怎么样 这样吧 你准备好了 来找我们 到时候输赢就得一局了 你别再跟我再加任务了 去吧 去吧 三战皆负 杨丽和张诚必须在短时间内提高成绩 这样 他们才能在后面的比赛中反败为胜 实现逆袭 接力是一个比拼速度的项目 杨丽和张诚在短跑上完全处于劣势 在接力比赛中败下阵来 结果也在情理之中 为了提高短跑速度 杨丽和张诚来到北京体育大学 找到了专门负责短跑项目的姚郭强教授 今天来主要就是想让您看看能不能提高一下我的短跑成绩 你先跑跑我看看 看看你问题在哪 你先跑一下 走 杨丽和张诚一心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姚教授 他们害怕再一次被人否定 准备 准备 好 行啊 咱们还是有希望的 杨老师怎么样 我们还是很有潜质的 要想跑得快 还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步长不够 步长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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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得步子小 第二个 平率也不快 平率慢 平率慢 这个就是你怀关节力量要欠缺 柔韧性 你步子短 柔韧性差 这还有救吗 还有什么训练方法 有救 有救 太好了 咱们一块去找个什么东西练一下吧 在姚教授看来 杨丽和张成速度慢 主要问题是柔韧性差 步幅小 步子的频率也不快 而增强下肢的柔韧性 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我切一下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增加步长 跑起来以后的韧带能拉开了 这得特使劲才行 坐一坐 我来吧 对 走 我喝 你先走 快你先走 对 神指 你也得加点油 脚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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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起来 对 对 这个真的解决 上去 直起来 挺起来 对 快 往前送 这还跑起来才能增加步长 就拉开了 为了赢 这点糖也得吃着 还有呢 还有 还有 还有别的动作了 行 看老师这种东西 看了 我 看了 就往下 胸和大腿能安上 腿搭上去 哎呀 脚站正了 脚扭过来 扭正了 这扭正还有点 有点扭正了 不容易 对 往前压 哎呀 看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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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脚放正了 扭正 转过来 不是 还练他呢 转过来 转过来 来 别跟我对抗 我不跟你对抗 哎呀 哼 对 伸直了 哎呀 啊 舍了 舍了 我彻底舍了 老师 我这要再跑步 是不是能提高一秒啊 成绩 你不要等没 一步增加出五厘米 那就厉害了 你算啥 一步 一步增加五厘米 你算你一百米跑多少过 就算咱们两米一步长吧 跑五十步 跑五十步 两米五 对 两米五就要一秒 两米五你走大 从这个到那儿 两米五还得到这么远 跑起来以后 你一个到了 你还在这儿呢 行 我知道了 步传增加了 频率不变你就会提高 姚教授想尽了各种办法 为杨丽和张成进行拉伸训练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大他们的步伏 我远走 你叫你别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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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姚教授还要提高杨丽和张成的步频 来做 一拜 开始 哎 步子要大点 大点 按住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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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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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来杨丽和张成跑动的频率 脚离地的高度和手摆动的幅度都不太够 好 好 最后一步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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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连续起来 感觉那个小腿肌肉又利 对 别的肌肉也用不着力 主要是练怀关技力 这跟对短跑有什么关系 小腿你跑的是不是8T 小腿就8T力量 为了迅速提高短跑成绩 杨丽主动要求加大训练强度 来 继续 感觉到小腿有什么反应 热 这就起到作用了 感觉快要抽筋的感觉 好 可以 好了 行 可以 不行 抽筋了 放下来 来 你来试试 太酸了 这整段就是脑上提外 全都是用小腿的力量 这跑的时候一会儿 多到这儿的话 这不是感觉像垫着脚尖跑的飞一样的感觉 把你怀关技力量提高了以后 就刨起来以后落地的力量 刨起来以后始终是前脚掌 触地的都是前脚掌 而且带8D 这样的话就能提高他的成绩了 对 为什么呢 支撑时间短 支撑时间短 对 你看 脚一落地 啪就走了 你这全脚掌落地 还得到过渡到前脚掌来 再整 对 这时间就要 练王杠临 杨丽又马不停蹄地进入了下一项器械训练 你增强自己的腿部力量 小月你等着 杨丽和张成对接下来的比赛信心十足 通过科学的训练方法 中国短跑队的成绩也有了质的飞跃 2015年国际天联钻石联赛 美国油精战男子100米比赛 中国选手苏炳天以9秒99的成绩获得了第三名 这个成绩不但打破了十秒的全国记录 也使得他历史性的成为了首位跑进十秒大关的黄种飞人 杨丽和张成来到田径场 找到了正在单独训练的小月和群员 行行行 我们俩练完了 上回咱们约的是不是过两天在比 现在开始比吧 你想比什么 跟上次一样 还是比接力 我们俩都练了 你能靠着他吗 内涵 看内涵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 别说废话了 走吧 比就比 走走走 到了检查杨丽张成训练成果的时候了 能否返回颜面在此一举 三 二 一 好 剧本 跟之前惊人的相似 小月和群员率先完成交接棒 首先出过终点线的还是小月 尽管领先优势没有之前那么明显 看来要在短时间内提高短跑成绩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练 这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练 行 没问题 才能够 我能练 有提高 对于比赛结果 杨丽和张成尽管心有不甘 可有十分无奈 他们只能默默地目送对手胜利的背影远去 不服输的杨丽和张成来到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决定向王泽峰博士拜师学艺 王泽峰是国家田径队短跑接力项目科研团队的负责人 我想问问你 你练过交接棒吗 交接棒没练过 但我们俩练过短跑 没练过交接棒就好办了 好 那咱们实际看看你们交接棒的情况 好吧 行 没问题 好 那走 王老师决定从交接棒技术入手来提高杨丽和张成的成绩 他首先要实地观察一下他俩的交接棒情况 预备 好 3秒53 第一次交接棒杨丽和张成在接力区用时3秒53 在王老师看来通过训练保守估计他们也可以把成绩提升0.7秒 相当于多跑出将近5米的距离 这足以让杨丽张成战胜小岳群员 王老师怎么样 我们俩这个不错吧 哎呀问题很多呀 啊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有什么问题呀 首先交接棒呢 最基本的就是到了内侧 那么跑的距离要少一米多跟外侧比 那么你呢 跑外侧 我跑外侧 对 他跑内侧 他跑内侧 对 这样 那我也可以跑内侧 你往内侧都怕 你们俩就会撞到一起 我们看看 这不好进行交接 我用这个手 你用这个手 他很难进行交 这块窝不窝去 很难 很难进行交 对 所以你在这边 我在这边 对 我呢 交棒人在这边 大概还有一米半左右的距离的时候 好 你要向前看 不要向后看 假如说就往前跑呢 好 接 好 啊 不用看 你要看它影响你的加速 影响你的跑速 人跑的过程中 如果往后看都一样跑 那么多 你跑一百米的时候都全都是这样跑的 对 我看它不是这么跑 我都是这么跑的 这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还有呢 就是你要有个预跑区 接力区有 前面还有一个线 蓝线 那咱们过去看 是预跑区 这条黄线 是近接力区的线 这条线 到那条黄线 整个是个接力区 这接力区什么意思 接力区就是交接棒必须在接力区内完成 在接力区外交接算违规算违力 就没有成绩了 对 从这个线 黄线 进接力区线 往后推10米 这是预跑区 来 你们过来一下 这个蓝色线是预跑线 接棒人 要在这个线以内去跑 才可以 我还要跑 对 我刚才一直站那 我觉得就站那就接呗 对 所以你实现不了我们国家队的这种高速交接 就是我一边跑着 他一边给我 对 这样你才能加起速来 你加速要有个过程 那咱们得来呗 来 再来一个 那就先这样来 对 先来一个 差不多 就记住 就这些都记住了 来 出现问题再说 行 好 几备 好 通过改善交接棒技术 这一次杨厉和张成又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呢 有提高 有提高 都提高多少 提高了点三 才0.3秒 0.3秒 在高级水平运动员中就是三米的距离 对于你们来说有两米距离了 刚才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你们问题还很多 要一步一步进行解决 比如说你们到育跑区这个地方 根本就没有一个准确的育跑区 对 我估摸着他差不多 估摸着不行 科学性欠佳 要练到什么程度呢 练到你非常相信他 他跑到那个点 你就坚决的启动 不用想任何事情 坚决的启动 然后他跟到那个位置了 让你接 你伸手接棒 就不能停止架子 不能停止 慢一点 再快一点 都是速度的损失 王老师决定给杨厉设定一个开始预跑的标记点 从这个地方开始量三十九 往那边 一二三五六七八二八三十 好 他跑到这个位置来了 是吧 你就开始去跑 他一过这我就跑 他跑过来了 过这点你开始跑 我要使劲加速 这叫使劲加速 使劲加速 然后他到你背后的时候接 喊接的时候 你得把手臂伸进去 行 来 那再试试 好 走 来给你 几倍 好 随着速度的提高 杨厉和张成在交接的过程中 又出现了吊棒的情况 吊棒不是他俩这种业余选手的专利 在很多国际大赛中 顶尖运动员也很容易出现这样的失误 2008年北京奥运会田径比赛出现戏剧性场面 男子四成一百米接力预赛 美国队第三棒巴顿和第四棒盖一交接棒式掉棒 导致美国队无缘决赛 在每秒钟十米的速度下跑动 接棒人是把手伸出去 人在跑动过程中呢 他就在左右摇摆的 速度越快 我们这个摆动也越大 两人都是非常高速的情况下 然后进行交接 这非常难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在这家奥运会上 不仅美国男子四成一百米爆冷出局 美国女子四成一百米 同样出现了重大失误 劳林威廉姆斯 在与队友脱离爱德华兹交接棒时 接力棒落地 夺冠热门就这样早早的被淘汰出局 那杨丽和张成又为什么会出现吊棒的情况呢 杨丽和张成为什么会出现吊棒的情况呢 你怎么给的 不是 板上车 这个不愿他 这个愿你 实际上 你看你把手伸起来以后 你就使劲晃 不是 你还不看着 我没看 是啊 我是捞的 你这么捞 他给不了 给不着你 那么速度 快速的情况下 他给不着你 你一定要稳定 加住手臂 对 加住手臂 这手不能离开 不能松 把手伸开 对 加住手臂 加到身上 对 这样就行了 这样他就握了 好吧 对不起 不赖你 是我的问题 咱们再试一遍 好 再试一遍 坐 预备 好 太棒了 多少 0秒56 提升了0.9秒 非常棒 祝贺你们 你们是天才 小月 你等着 我告诉你 小月 你等着 尽管杨丽和张成的交接棒成绩 提高了将近一秒 可他们还是在不断的强化练习 以巩固自己的成绩 肯定天现在领先 赶卡最后一棒张培锋要拼了 张培锋接棒快速加速 张培锋要在比赛当中实现自己的愿望 证明自己 全力成熟 张培锋赢了 37秒99 运用科学训练的方法 中国四乘一百米接力队在交接棒技术上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2014年 人川亚运会 他们以37秒99创亚洲记录的成绩 成功未免了四乘一百米的冠军 听说杨丽和张成的成绩有了显著的提高 小岳和群员也来到了体育场一探究竟 你这练得怎么样 不要太挣扎 要瞎练 瞎练 没怎么练 咱们今儿再比一句 有必要吗 敢吗 敢 你怎么跑得拉你那么远 那行 你敢就行 那行 咱们再来一句 是不是有什么 玄机 待会看吧 进去体育看结果 真的假的 终极对决即将上演 为了保证公平 两队选手邀请王老师来做裁判 经历了前三次的失败 进行了短跑和交接棒技术的学习 这一次杨丽和张成能不能反败为胜 一血前耻呢 过来啊 站那么远干嘛 现在给我欺负我 你懂吗 你战术就是让我领先你这么多是吗 别说那么多了 比赛见吧 几杯 好 怎么样 怎么样 不行了吧 我要把我所有输的那几次全都给赢回来 尽管杨丽和张成在先天速度上处于劣势 但通过科学训练 他们提升了自己的交接棒水平 最终实现了逆袭 那我正式宣布 杨丽队 活着 耶 狙击手又被称作神枪手 现实中 他们究竟神在哪里 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敬请收看 特警精英之狙击手 上级